这一次,本就剑拔姆张的中东局势,再次迎来巨变,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。 据海外网消息,当地时间13日,阿曼湾传来一声巨响,二艘满载石油的万吨巨轮同时遭到了袭击。 滚滚浓烟在阿曼湾升腾而起。 据悉,被袭击的二艘游轮,一艘为1.9万吨级别,挂着巴拿马国旗的日本国华勇气号游轮。 另一艘为挂着马绍尔群岛旗的10万吨巨轮,在这个极其敏感的时刻。 又有二艘游轮受到攻击,其中还有一艘是日本游轮。 释放出的动物信号非常强烈,第一。 早在5月份,特朗普向中东派兵之初,就曾放话,落在中东地区。 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受到损害,确认是伊朗或者其代理人所为。 美军将对其采取严厉的打击,也就是说,美国已经有言在先,只要自己和盟友的利益受到损害。 那么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向伊朗动物,解决一直以来困扰美国的难题。 并且,此事早就通告了国际各界,包括伊朗,到时候谁拦着都不好使。 第二。就在这二艘游轮被袭击的前一天,安倍刚刚抵达了伊朗,并与伊朗总统鲁哈尼进行了会晤。 原本,安倍此行是为了所谓的调停美伊关系而去,就在去的前一天。 特朗普还专门和安倍通了一次长达二十多分钟的电话,所谓之事。 无外乎是让他如何如何游说鲁哈尼等事,不过,雄心勃勃的安倍到了伊朗之后,并没有按照特朗普给的剧本走。 反而是临阵倒戈了。 在游说伊朗仪式上,安倍只是随意说了一些场面话,游说力度非常小,并且,在随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,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,日本愿意继续购买伊朗石油,双方将会在金融、文化、科学方面进行合作。 一旁的安倍对此事,既没有承认,也没有否认,这就算是默认了,也就是说,特朗普让安倍去做调解人,结果安倍摆了特朗普一道。 转身成了拆台者,还要和伊朗做生意。 一心为自己谋取利益,这叫特朗普怎能不生气。 第三,这次被袭击的二艘邮轮。 毫无疑问都是美国的盟友,这就构成了美盟友利益受损之一条件。 只要再确认此事是否为伊朗,或其代理人所为,就可以决定,是否能堂而皇之地向伊朗动武。 要知道,美军陈兵波斯湾已经一个多月了,由于事处无名,美军一直无法直接对伊朗动武。 毕竟国际各界都在看着,如今的美国承受不来惹众怒的风险。 而伊朗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,飘洋过海来的美军,就要一直蒙受无意义的损失,还将拖累美国在全球的战略部署。 伊朗就是看中了美国没理由开战,频频以十分强硬的姿态应对美国。 甚至曾经连续十次拒绝了特朗普的谈话邀请。 如今,特朗普迫切地想要解决伊朗问题,及时止损。 从他找安倍当说客的事来看,就足以说明他是有多么病急乱投医了。 不过,在这里提一句,调停人一般都是由英、德、法这样的安理会赎人或有影响力的大国来担当。 所以,要论调停人,安倍还真不够格。 只不过,如今欧洲方面几乎都站队伊朗、俄罗斯这样的大国,更是选择袖手旁观。 所以,特朗普是在无人可用的情况下,才不得不去找安倍,因为。 在五月底,伊朗外长曾出访日本找帮手。 特朗普便表露出了让安倍去游说的意思,安倍这才答应下来。 最后哪知道,安倍表面上答应得如何如何,到了伊朗之后反悔了。 中东突然发生邮轮被炸此等巨变,自然也引发了各方的密切关注。 首先,一口咬定是伊朗干的这一派,主要以英国、美国、沙特为首。 就在二艘邮轮被袭击后不久,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将罪责对准了伊朗,点名要伊朗对此负责。 并且,一名美国官员还对路透社表示,有视频拍摄到伊朗船只在被袭击的邮轮旁,回收未爆炸的水雷。 在蓬佩奥发生后,英国和沙特这两个美国亲密盟友也表态称,相信美国的判断。 另一派,就是否认是伊朗干的,代表有俄罗斯,在事情发生之后。 就义正言辞地对外表示,莫斯科劝告各位,不要试图将此事归咎在伊朗身上。 俄方还强调,不要试图以此为借口去攻击伊朗,这是非正义的。 很明显,俄罗斯这一次,打算做一个捍卫正义的使者,不会给美国借机发难的机会。 因为,伊朗和美国僵持不下,耗得越久,对俄罗斯最有利。 在这里做一下简单的分析,说三点吧,第一,伊朗早就多次对外声明,美伊之间不会有战争。 德黑兰不会与美国开战,但也不怕开战。 所以,当初在美军舰驶入波斯湾的时候,伊朗方面丝毫不搭力。 如今怎么可能还明目张胆地派自家船去收水雷,这事干得也没有脑子了吧。 第二,伊朗不论是找国际帮手,还是扬言重启核计划,最终还是为了逼迫美国放弃对伊朗的制裁。 没有人是喜欢战争的。 所以,伊朗根本就不会主动去招惹美国,和它所谓的盟友。 第三,伊朗的实力确实不太够,目前。 伊朗手里最大的底牌,无外乎就是即将重启的核计划。 国际各界的一些支持,以及手里的2000多枚导弹。 而核计划虽说在进行,但到底还没造出核武。 国际各界的支持,随时有可能成为不支持。 手里的2000多枚导弹,打不到美国本土。 说句实话,伊朗能让美国大伤元气,但完全打不死美国,总得来看。 伊朗完全没有去招惹美国,寻求开战的动机,蓬佩奥这一次,估计又是在陷害伊朗了。 同时,借由此事也暴露出了美国内部存在的一个巨大隐患。 他们内讧了。 美政坛内部,就伊朗问题。 主要可分为二个派系,一个是蓬佩奥,波尔顿为首主张武力解决伊朗问题。 一个是以特朗普为首,提倡以谈判方式解决问题,先说博尔顿,蓬佩奥这一派。 博尔顿早在十年前,就已经盯上了伊朗。 提出要以武力解决问题,只不过遭到了时任总统小布什的否决。 至于蓬佩奥,也对伊朗情有独钟,早在五月份,沙特港口就有四艘邮轮遭到损害。 蓬佩奥得知后,立刻放了普京的鸽子。 改道去了趟欧洲,只不过当时的欧洲并没有站队美国。 反而警告美国保持最大克制,此事也不乐了知。 其次,就是特朗普,虽说他起初是同意对伊朗动物的。 但只是想吓唬他们,没想到不仅没有威慑到伊朗,反而把自己搭了进去。 做了赔本买卖的特朗普当即就后悔了,多次改口呼吁伊朗方面做下来和谈。 并且,据美媒透露,当初在决定向波斯湾派兵时,也是因为特朗普听取了博尔顿的意见。 此外,当初博尔顿雄心勃勃地对外透露,已经拟定了一项向中东派兵12万的计划,特朗普第二天就给否认了。 再者说,特朗普都找了安倍去游说伊朗,没有理由在这个敏感时刻挑事情。 值得一提的是,特朗普在14日一早,还发了一条推特。 推文,虽然我很感谢安倍前往伊朗会见哈梅内伊,但我个人觉得现在考虑达成协议还为时尚早,他们还没有准备好,我们也没有。 这就说明,不光光是安倍那边没干成事,就来连美国内部,也没有就伊朗问题达成共识。 总的来说就一句话,特朗普没有和博尔顿、蓬佩奥等人,就伊朗问题达成统一的意见。 从此次突然爆发的冲突来看,几乎国际上有头有脸的大人物,都开始插手伊朗问题了。 中东这潭水,已经被搅得越来越浑浊了。 至于安倍,则很有可能成为这场正在酝酿的暴风雨下的牺牲品。 而伊朗,也将面临考验,各方都在看伊朗的态度。 中东这盘大棋,下得越来越激烈了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